广东白马山密临深处 发现成片古窑纸群 就是它残场有将近三十 它的原理就类似一个动车一样 在海上丝绸之路 大放异彩的白马窑瓷器 又缘和突然之间目落消失 山贼导致这边的知识业 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探秘白马窑 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 2019年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 对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白盆珠镇的 三关坑窑址 进行了文物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 历时近两年的发掘 清理出了十余座窑纸 发掘出的瓷器碎片更是难以计数 三关坑窑纸所在的白马窑纸群 早在20世纪50年代 考古专家就已经进行过调研 多年来考古调查一直在延续 隐藏在白马窑纸群的秘密 也逐渐被世人所知 这个是我们2020年的 2020年 发掘的 对 然后它是我们发掘的第一座窑路 就是在三关坑 所以它是一号 我们叫做一号窑路 这是沿着这一个小山头的山坡 然后利用它的这个坡度 搞的一个龙窑 对 它利用这个坡度 因为实际上像一个烟囱一样 烟囱一样 从下抽上去 拔火 对 拔上去 对 这个是一个南方地区 比较典型的一个窑路的形式 我们现在就是发觉 因为它窑头被破坏了 那我们实际上后续 我们挖了几座 比较更加完整的 比较更完整一点 但是这个是我们目前最长的 就29米左右 三十米 就是它残场有将近三十米 三十米 对 它有九个窑室 我们叫做 分室荣窑 对 它的原理就类似一个动车一样 它不光是这个窑头 它有火 它想要每个窑室 它都可以 往两边 往两边都会投柴 都会投柴 没错 没错 所以它就保证了 它整个的一个温度 依山式倾斜建筑而成的 长条形烧制瓷器的窑炉 依形状四轮 而得名龙窑 龙窑采用自然通风方式 以杂柴 松枝等植物为燃料 龙窑结构简单 热效率高 生产周期短 成本较低 在中国的很多地方 甚至海外 龙窑仍沿用至今 根据当地村民的说法 过去在白盆珠镇的 白马村一带 有多达99条瓷窑 每天生产的瓷器数量 极为庞大 现在在白马山附近 随处可见大量窑砖 霞钵和各类瓷片遗存 这在广东省其他的窑址 非常罕见 我们正式开始做工作 实际上是2019年 我们在这边做了一个 我们叫做区域系统调查 然后发现了 整个窑厂的规模非常大 然后从20年开始到去年 我们就进行了三次的 主动性的一个考古发掘 那你刚才说到规模非常大 对 大到什么程度 大概 我们的区域系统调查实际上是 因为我们的时间也有限 我们大概是做了23平方公里 在这个23平方公里里边 我们大概发现了20处的窑址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在方圆园 大概30平方公里之内 应该都有很多的窑址分布 对 我们只是说的是 明代中期的窑址的 分布的一个范围 大概23平方公里 实际上在23平方公里之外 还有其他时期的 像清代的 甚至有上个世纪的窑址 也是有的 规模如此庞大的窑址群 让白马窑成为广东省 十年十大重要考古发现之一 但令人感到疑惑的是 对于白马窑 历史上却鲜有记载 甚至在当地的文献史志中 也看不到详细的记录 白马窑是何时在这里出现了呢 从时间来看 刚才说集中的是在 大概是明代 中期 明代中期 最早可以上手到什么时候 这里开始有烧窑的历史 最早应该也都是明代 也还是明代 因为它这边 以前它这边人口并不是非常多 到现在这个镇的人 也不是非常多 因为它比较山区嘛 实际上我们现在看起来的话 三观坑窑窑 它最早的我们发现了 就是有刻画符号的 就大概是在洪志 洪志就是149几年这样子 那么现在从发掘 包括地表暴露出来的这些词片 也看好像基本上是以轻瓷为主体 是吧 没错 接近这个 仿龙泉的 仿龙泉的 对 那么这些瓷器的这个瓷工 是不是也是从那边外地过来的 这个我们也做了一些考察 就是实际上 现在目前就广东的 就类似白马窑这样的 仿龙泉的轻瓷器呢 有很多都是在 我们目前已知的 就是在广东是在克里亚地区 克里亚地区 对 就是它的分布范围呢 也还是有规律的 因为广东实际上像瓷器的制造 也可以上述的很早 你像从纯旧战国 像伯罗也在惠州的 梅花敦窑子 然后再往晚了 就一直有清瓷的一个传统 然后这个仿龙泉的呢 它显然是一个外来的一个 外来的一个工艺 然后呢 它跟人群应该也是有 一定的对应关系的 尤其在明代中期 实际上当时 有很多历史学家 也做过一些研究 就当时的一些 北方的民众 潜移到广东 对 龙泉窑已收至青瓷而闻名 在今浙江省龙泉市境内 它的制辞历史可以上述到三国两进 结束于明清时期 时间长达一千六百年 龙泉窑是中国制辞史上 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词窑系 雨过天清 温润如玉 龙泉窑是继 汝窑月窑等名窑之后的 集大成者 南宋是龙泉窑的鼎盛时期 此时的龙泉窑 将青瓷的右色之美 推到了顶峰 正因为龙泉青瓷的鼎盛 中国许多地区 陆续出现了 仿造龙泉青瓷的瓷器窑址 白马窑正是其中规模最大的 瓷器窑址之一 还有很多有画花 对对对 刻的这个画很好看 当然显得有点制作 和真正龙泉窑的那个比 或者和药树窑的比 它显得还是有点 线条有点笨 但是还是蛮像一回事的 实际上它还是仿龙泉的 一个工艺 但是因为它这边 主要是用来外销的 外销的 它是一个商品 在出口的时候 它实际上也考虑到 它工作的效率 可能画花 画花的工艺 它就会如果画得非常繁复 这个工艺会相对来说复杂 所以它改为这种搓印的 或者是简单的一些刻画 就是你比如像这种 这个刻画相对来 这才就简单一点 就熟练了以后 闭着眼睛都可以这个画 对吧 可以看到先画一个水波纹一样的 对对 然后再把下面 对对对 画出来 对对对 这个就是很快了 对对对 就类似像菊瓣一样 菊瓣 菊瓣文 实际上它就是农泉洋里头 那种过去的菊瓣文 对对对 它整个风格是 包括它的装饰 还是很像 很像 你像这个青色 其实青得蛮好看的 已经是吧 比较 已经有点接近农园的 梅子青的感觉了 还有好多都有戳 你看这个 这一个有一个戳 这个字是一个 符字 符字 符字是最多的 符字最多 对 而且它符字都很有特点 实际上基本上 我们通过这个戳印 基本上可以判断 这个是在白马摇出的 就是我们通过戳印 来判断 因为它现在白马摇 它整个戳印 分好几种 一种是文字的 一种是像动物的 还有一些花卉的 那文字里边 有给予的 像福禄兽 这一类 然后另外有一些 可能跟儒家 儒学思想有关的 像公正 然后清公正 这一类 对 就不完全是给予 不完全是给予 你看这个 这就是一个青字 对对对 青 以前认为它可能 跟它的下限有关 就到清代了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看的话 就还是清正连结 清正连结的意思 对对 就是我们出了很多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在雅鼠里边 也出这一类词器 它可能就是跟 有一些定制的 这么一种感觉 公正清 对 这就是你说的那种 这个大概可能是 衙门里头定制的 对对对 像学工 以前在旁边 就是有那个 沾若水 然后包括之前 就是王阳明 不就在附近工作过 对 就所以说 它会有比较多的 这种特色的 对对对 你看公正清 三个字 三字款 是 这也是对自己 可能在日常的时候 对自己有一个 警示的作用 对对对 这里是位于龙泉市 大瑶村的 龙泉瑶考古遗址 在延西石里的山坡上 共有瑶址五十余处 四周山林葱翠 既有水源便利 又有延西古道 我们可以想象 在千百年前 这里一定是 烟火相望 雌窑林立 汇集了天下 最优秀的 致辞匠人 呈现的是 一派繁盛景象 这里也发掘出了 长度近五十米的龙泳 和广东白马窑的龙泳 从形质上非常接近 而且两个 遗址出土的霞坡 也是非常相似 这个也是跟龙泉瑶 非常相似的 单件 一个霞坡只烧 一箭气物 一箭气物 对对对 像这一类气物 就是高竹的 它可能就 它的装烧的方式 又不一样 对对对 就不能用这种霞坡 来装这样一种高脚 对对对 它可能就是一个 大型的霞坡 烧若干戈 若干戈 对对对 其实在中国陶瓷制造所上 霞坡的发明 是一个飞跃性的发明 因为有了霞坡以后 这一个气物在里头 第一个 它这个里头的温度 非常的均匀 再一个的话 保证了成品率 没有霞坡的时候 第一个烧的不均匀 所以我们看早期的 一些月摇清磁的时候 这个地方黑一点 那个地方亮一点 是吧 不均匀 再一个最主要是 保证它的成品率 就是一个霞坡保证一箭 出来以后 这一箭基本上 就是不会成为残刺品 对对 它灰 它的窑里边 它是因为是烧柴火 或者是什么 它不会那些灰烬 不会落在上面 对对 灰烬不会落到 这些柚里边 对对对 就保证它整个 柚面的光洁 广东白马山 密林深处 发现成片古窑之群 就是它残场 有将近三十 它的原理 就类似一个动车一样 在海上丝绸之路 大放异彩的 白马窑瓷器 又圆核突然之间 目落消失 山贼导致这边的 窒息液 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探秘白马窑 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 广东惠州白马窑 烧造的瓷器 继承了龙泉 青瓷青壁的右色 右色圆润饱满 胎体较厚重 呈灰白色 瓷质坚硬 瓷器烧制的品质较高 然而令专家感到奇怪的是 白马窑所处的白马村 是明朝时期 一个位置偏僻 经济落后的小山村 并不足以支撑 白马窑建立规模 如此庞大的瓷器窑纸群 那么为什么 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中 会存在一个生产规模如此之大 产品质量如此之高的瓷器窑纸群呢 这个地方首先它离广州 是非常近的 它实际上顺着西枝江 直接可以下到广州 然后另外呢 就是这一片以往呢 就是人并不是很多 实际上是可以容纳 更多的外来的移民 森林茂密 对对对对 再一个它这个水资源也很丰富 实际上当时的水利 很多的这种工艺的 就是手工业的生产 还是很依赖水利的 它要水利来 给它做很多基础的东西的架工 没错没错 然后这边的矿产 应该也是比较丰富的 我们实际上查了一下 实际上在附近 还是有几个比较大的瓷土矿 也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这里 烧造的这些瓷器 从当时来看的话 它不可能从遥远的别的地方 给运到这里来 因为那个成本就花不来 没错没错 是吧 因为它是量产的东西 它的成本相对来 它的利润就不会太丰厚 所以说它一定要找一个交通便利 就是在水路运输 因为当时是最高效的一个方式 所以说它会选到这边 然后它又靠近原料产地 原料再就进一步把成本降低 下来 经过专家的调查 发现白马窑所处的白盆珠镇 有着丰富的高领土矿存 这些烧造瓷器的材料 实际上是明代白马窑兴盛的 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 而且白马窑的窑址附近 四面环山柴草丰盛 也为烧成瓷器 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燃料 当时烧材主要是烧什么材 比如说锦子镇 我们知道它主要是烧松木 那么这里是烧什么的 我们目前还没有可以做总署鉴定的 但是应该就还是类似松木这一类 还是类似松木 我们只是猜测 我们目前还没有做相关的测试 你像这个荣耀的话 将近三十米长 它大概可以一次烧多少件 它如果全部装满的话 一万来件应该是没什么 一万来件 对 一般它们烧的话 因为我们之前出了一件碗 就是盖子 气盖的底部是有一个 它叫做某某元年中秋 它就是在中秋左右以后 就是它雨水比较少了以后 开始烧药 因为它雨水太多的话 虽然上面也会像现在这样 搭棚子 但是多多少少 那个时候的棚子 可能没有现在这么防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 考古人员在中国广东省的 阳江海域 发现了一艘南宋时期的商船 它沉埋在海底已经八百多年 由于当时中国水下考古手段 还不完善 所以根本无法对它进行考古发掘 直到2007年 考古工作者终于决定要打捞沉船 并将它命名为南海一号 伴随着南海一号被打捞上岸 船上的众多文物也展现在人们面前 沉船中共出土十八万余件文物 而其中有超过十万件宋朝瓷器 当时海上贸易处于鼎盛阶段 而瓷器作为其中数量最为庞大的交易物品 远消海外 受到全世界的狂热追求 而各大窑址更是既产既寿 大量的瓷器被运往海外 白马牙窑子群的话 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 它和海上四肢之路的关系特别的密切 对 因为是海上四肢之路的贸易 才会有白马牙这么大规模的窑子出现 它是海上四肢之路的贸易 达到一个高潮的时候 然后应运而生的一个东西 其实当时候欧洲人已经开始过来运瓷器了 它不管是直接或者间接的一些关系 它可能是直接贸易或者是间接的贸易 都会有这样的 因为有外国学者说 中国的瓷器是全球化时代的第一件世界商品 爆款 是吧 是个爆款的 因为只有它是形变了全球 然后只有它是不被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所拒绝 是吧 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 你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 你都会喜欢这个瓷器 都会用到这个瓷器 对对对 因为它这个中国的瓷器生产 尤其是外销池这一块 它实际上对市场的一个敏感性还是比较强的 它包括国外的商人也会有一些定制 定烧 它专门 这个实际上很多学者也都做过一些研究 经过专家鉴定 南海一号沉船上的瓷器大多数为宋代福建地区所生产 沉船也是从福建的泉州港出发后沉没的 然而明朝时期 倭寇不断地袭扰 民政府为了抵抗倭寇和海盗的入侵 实施了海浸政策 包括泉州在内的数个港口城市被迫关闭 而当时的广州港 是少有的几个对外开放的港口 更是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港口 白马瑶就是在这个时期兴盛了起来 因为实际上白马瑶的生产的这个盛期 其实正好也是沿海这个倭寇之乱 比较厉害的时候 对对对对 但我们现在历史学界对于所谓的倭寇的 背后的这个经济背景 有一些新的分析 过去是很少有这方面认知的 对对对 在某种意义上 它其实是一个海上贸易的一个集团 对对对 是吧 他们中间的很多人 也不是一天到晚的打打杀杀 大部分时间他们还是在做海上贸易 对对对 所以这个海上贸易中间肯定 就是我们中国包括我们这个地方生产的磁器产品 就是他们的大众商品 没错没错 它实际上就是当时实际上中国跟东南亚跟日本 包括当时的那个琉球 是吧 就是实际上都是有大量的贸易往来的 对 然后实际上也有西方的 实际上到了就是明代中期以后 逐渐的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就过来了 开始做生意 然后就实际上这个贸易的整个流动 就是经济的活力还是在明代中期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对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当那个时候 我们这个白马窑的这些成千上万的窑工 在这里做碗烧盆的时候 他们没有想到其实他们是中国最早一批融入了全球化的工人 他们其实是工人对不对 对对对 这批来自其他窑口的瓷器工匠将先进的生产工艺和大量的劳动力带到了白马窑 使白马窑的产品品质大幅度上升 生产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在白马窑附近有一条白马河 可以直接汇入西之江 西之江流域面积广 利于运输 而从西之江水道可以直达东江 再从东江到达广州港 然后再从广州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运输到其他国家进行海上贸易 在海外 日本 东南亚 西亚等都有发现类似白马窑的产品 实际上在整个南海 包括东南亚地区 甚至移植到印度亚 西亚 到东非海 整个这一线都发现了我们这边的这种侵持 对对对 在某种意义上 这就是当时候的中国制造 对 输出到世界的中国制造的产品 没错 而且是广受欢迎的产品 是 人民喜闻乐见的 对 就是你想不到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一个山区里 人员稀少 可是这个地方浓烟滚滚 其实大家都已经和全球化同步了 对 确实 就是它当时的 我们看到这些窑子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它当时的整个的生产场景 应该是比较繁忙的 对对 也就是说当时既然有这么大的规模 在某种意义上 它其实是一个 你可以把它理解是另外一个景的镇 对不对 是这么大的规模 那么它一定是有一个生态 你包括死土的供应挖掘 然后柴火的供应挖掘 然后烧窑的 包括整个管理的 然后包括运输的 这个贸易的 它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 产业链 说到产业链 对 就您这个说得太对了 就是我们实际上最开始做调查的时候 也是从这方面考虑 所以我们才会做那么大范围的一个调查 然后我们希望就是把它这个 不光是只是做窑炉和窑子 那我们希望把它整个的那个环境 就是它周边配套的一些设施 我们都想把它弄清楚 这个也是我们做这个项目课题的一个初衷 虽然白马窑的知名度和景德镇还无法媲美 但它作为广东明朝时期最为重要的 仿龙泉青瓷窑场 毋庸置疑 在中国海外陶瓷贸易体系中 亦无可替代 白马窑所在的惠州市 也正式加入海上丝绸之路 深移城市联盟 一度兴盛的白马窑 到明朝中期以后 随着当地社会的动荡 白马窑也相应地受到了冲击 生产及运输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实际上到了明代中期以后 就是加进四十年三十几年这样子 实际上这边是有大量的那个三贼 或者叫匪徒 实际上那个匪徒的这个 引起了一些骚乱 然后导致这边的这个 支持业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说到这一点就是我们想 就是它的新盛期是明中期以后 然后一直延续到大概什么时候 才走路衰落 然后最后是停烧了 我们认为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 这个窑子大概就是在 嘉靖年间就已经停烧了 就可能就是与当时的这个 匪患有关系 因为当时记载就是有很多书 包括惠州本地的一些学者 就当时的一些文人学者 他实际上是对当时的这个 整个骚乱是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些记载的 然后整个状况比较惨烈 这个窑子又恰好在那个时间停烧 所以我们认为可能跟这个是有一定的关系 实际上还是由于某种内乱 带来的这样一种 这个地方的这种不安全 然后当然也影响到这个贸易通道的这个通畅 对 它会影响贸易的一个 因为它治安不太好的话 它实际上就整个环境不平稳 实际上是对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整个自治业 感谢观看